大家管理老跟老爺再做個提醒 來 那個 好啦 安靜啦 我知道這一節課大家很開心嗎 我很開心啊 每個禮拜我最期待就是今天嘛 對不對 對不對 今天下午晚上齁 這禮拜太棒了 來 看一下這個題目齁 來 看我這邊 來 挑選S3進2喔 問這個極限對不對 好啦 安靜喔 S3進2 那你會發現喔 當S3進2的時候 分子分母 如果你考慮把S2帶進去 你會發現他分子分母都是誰 都是0 都會B進1 0分之0 老學的數學上 叫做不定型 所以不定型有很多種 0分之0 無限大分之無限大 0乘無限大 無限大-無限大 0的0次方 無限大的0次方 1的無限大次方 我跟你說 你到大學以後 學的不定型 大概會有八種左右 七到八種 那我們現在目前為止 他去到的不定型 除了數列的無限大分之無限大 那我們現在學到這種 0分之0的不定型 0分之0的不定型 同學這個時候 我們講過嘛 一定要把這個函數做一個改寫 讓它分子分母為0的那個因素 可以去除掉 那最簡單的改寫就是 比如說我把它分解 考慮分解 它是s-2乘上怎麼樣 s加2 那下面這一個地方 我們也可以分解 分解成s-2 然後這裡是x怎麼樣 -1 對不對 那我們曉得一件事情 同學 sb近2 s不等於2 它是越來越靠近2 你越來越靠近2 你不等於2 其實你-2不是0 那s-2不是0 我們分子分母可以怎麼樣 把它約掉 那約掉之後 我們發現 來這是limit s怎麼樣 b近2 對不對 這裡會用到一個定理 這個定理叫替代定理 來這邊用一個函數叫 s加2除以x怎麼樣 -1 好 導學這個函數 跟這個函數 他們只有在x-2 那個地方長得不一樣 其他部分完全都明知 所以當sb近2的時候 你對它取極線跟對它取極線 其實結果是相同的 所以我們令s等於2帶進去 你發現結果是4 這個我想 這個簡單的求極線的方式 這個非常簡單 大家都會 那這邊我來問個小小問題 導學在s不等於2 我們才可以分子分母把它約掉 我想講什麼呢 這個s-2 s-3 我想一下要舉什麼例子 s-2 來我問同學 同學這個二次方程式 它的x-出來是多少 我們不能說兩邊都有s-2 約掉 它約掉以後s-3等於多少 s-3等於1 所以x-出來等於4 同學你知道 這樣錯 對還是錯 這樣錯是錯 哪裡錯 同學 s-2 要不為0 兩邊才可以同時約 像這個地方的話 同學你x等於4之外 其實它有另外一個根是怎樣 2喔 所以同學你在約的時候 如果它不為0才能約 不然會產生什麼現象 這個叫減根對不對 我們知道 我們有這個概念 對不對 如果你亂約 有時候會導致減根 像這種方程式 有時候就會變成是減根的問題 好 那這個我想很簡單 來第一小題 然後第二小題 不過在講第二小題之前 我這裡 小小補充一個東西 來 這邊旁邊寫一個key 我補充一個速解法 好 針對這種不定型 我們之後交到微分以後 會有一種速解法 這個速解法有名字 這個速解法叫做羅畢達 叫羅畢達法子 OK 羅畢達法子 那同學 羅畢達就是一個外國人的名字 它叫Ropita 好 羅畢達 我高中學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猜我心裡想到什麼 咦 還會講米南語嗎 路邊攤的米南語怎麼唸 羅畢達 對不對 羅畢達 我那時候想羅畢達 這樣子 羅畢達法子 那什麼叫羅畢達法子呢 我要先來問一件事情 你們在很久的以前 採取物理的時候 其實你們物理老師 應該有偷偷教你們 怎麼做微分這個動作對不對 有嘛 那微分這個動作是怎麼樣呢 比如說這裡有一個 sn次方 這是一個多項式的 n次的一個狀況 都選plug plug就是微分喔 你們知道sn次方 如果做一接微分的話 出來的結果會是誰嗎 你可能不知道怎麼來的 但是你應該知道結果 結果是什麼 他這個n次方 那個n會炒到前面去 拉到前面 然後就是變x的什麼 n-1次方 你們知道這個微分的法則 對不對 好 那我跟你說喔 當我們以後遇到這種 你xb性某個定值 這種球極限 遇到這種不定型的時候 除了這種比較傳統的解題方式之外 我們可以透過所謂的羅畢達法則來做處理 什麼叫羅畢達法則呢 來Limit sb性某個定值 我們做一個動作 我們把它分子分母 分別做微分的動作 我現在請問同學 x平方如果做微分會得到誰 兩倍的x 兩倍的x 那有沒有同學知道 常數向做微分會變成誰 0 常數向做微分變成0 好 分子微分晚喔 現在輪到分母 x平方微分是誰 兩倍的x 好 那-3x微分是誰 -3 因為x的微分是1 對吧 那個1然後乘上x的0次方 所以這邊變2x怎麼樣 減3 後面這個正2微分是0 簡單來說就是分子分母分別去做微分這個動作 然後我們再對它取極限 那取極限之後 來我們看喔 這個b經2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分母是1 然後上面是4 來 所以我跟你講 算出來答案保證是一樣的 好 這個叫羅幣達保證 有的時候你做微分喔 你分子分母做微分 用了第一次羅幣達之後 你會發現它還是不定型 那我跟你講你可以繼續用 再微第二次 第二次不夠 再微第三次 因為你每做一次微分 通常我們會假設它的結構會越來越簡單 所以我跟你說很快就可以算出答案 它是這種類型問題的一個速解法 叫做羅幣達法 以後如果有機會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會證明給你看 證明給你看 以前這個是要證明的 有機會我會證明給你看 好 來 這個跟你說一下 其實這羅幣達法則非常好用 你遇到這種0分之0的題目 每一題通通都可以用 我講一個笑話給你們 笑話感覺不好笑 不好笑 我還沒講就覺得不好笑 S平方有一天有人打電話給他 然後他電話接起來就說 喂喂喂 結果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他就不見了 你知道為什麼 S平方便做微分變成2 再做一次微分變成2 2代微分就變成1 所以三個微三次他就不見了 蛤不好笑喔 蛤不好笑嗎 那我再講一個更好笑的 你們知道達文西密碼的上一句話是什麼嗎 達文西帳號 欸對喔你好聰明喔 他今天才在秀儀中 他在秀儀中 他在秀儀中 你怎麼那麼厲害 他在秀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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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就不完秀儀中 我這樣被分之破梗 真的太厲害了 他在秀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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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家 畫家的老公 老公 你們怎麼會知道那種東西啊 其實我跟你講 其實我很會講黃色笑話 但是有女生在真的不能講 講那種東西真的不好 我這一段講 來看這一題 第二題 欸哈囉 這個第二題是這樣 S趨近二對不對 欸同學問你喔 SB近二啊 上面這個你用B到哪裡去 上面是B到1對不對 他其實會靠近1嘛 其實他極限是1 可是你看喔 S趨近二分母會趨近哪裡 0 那分母趨近0 其實我們可以把它講的 稍微再深入一點喔 如果你今天是比2大一點點的話 所以你的分母應該會怎樣 會變成0 plus 所以他這個時候會跑到哪裡去 無限大 你懂我意思嗎 如果你SB近二 我們考慮他的右極限 你從2的右手邊去趨近他 那S-2其實就會比0大一點點 這個是無窮小的概念 就是無窮小 正的無窮小 那1除以一個正無窮小的數字 其實他是一直不斷趨近0的一個概念 從0的右手邊 他事實上他整個會噴上去 他的極限值會整個 你看看那個函數值會整個往上跑 那你如果今天是從2的左邊趨近過來 考慮他的左極限 那你就等於是用1去除以JOTA 0的minus 那這個時候他會跑到哪裡 跑到4無限大 那我想我們知道 右極限跟左極限不相等 這個時候當SB近二的時候 這個交流的極限怎麼樣 他其實是不存在 從右邊靠近跟從左邊靠近 其實這兩個極限本身都不存在 分母跑到0 分子是一個不為0的數字 這極限肯定是不存在 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 我今天一個講課的重點 你旁邊寫一個Key 我想想看 我們今天來講一點什麼 跟扣能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我們來講漸進線的問題 其實我盡量講少一點好不好 你的空白位是還夠嗎 可是七頁會一定夠 五十七頁不夠 五十七頁不夠 你翻到五十八頁來寫 沒有關係 怎麼了 第二題 什麼東西 你說羅必達嗎 他是不定型嗎 他不是不定型 不定型是0分之0這種不定型 他分母所以跑到0 可是分子跑到1 所以你羅必達法的不能亂用 你亂用 這個答案出來會變得很奇怪 是錯的 好 那講到這個漸進線 這個我講一下 我覺得這個同學應該 對這個整理應該要有一點想法 這個要從哪裡接入會比較簡單呢 來 我舉幾個簡單的例子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Y檔於什麼 X分之1 來 同學這是一個雙曲線 這個雙曲線 我們再來從頭再研究一次它的行為 不過我先問同學 同學你以前學過的東西裡面 有哪一些圖形是有漸進線的 還記得嗎 指對數的圖形 還有什麼 雙曲線對不對 有漸進線 好 那同學你看 Y等於S分之1 這個函數 我們一開始在講這個東西的時候 可能是透過瞄點 SY X如果是1 Y也是1 X如果取2 Y是2分之1 X是3 Y是3分之1 所以你發現一些事情 當XB進正無限大的時候 請問你的Y會跑到哪裡去 是不是跑到0 好 很直觀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函數 它在X很大很大的時候 它的行為表現在它的圖形上 你會發現它的圖形 會越來越靠近X軸 但是它永遠碰不到X軸 對不對 所以X軸是這個圖形的一個 漸進線的概念 可是你發現 你看這邊 這是XB進哪裡 B進正無限大 X如果跑到正無限大的話 它的函數值會逐漸地減 地減到就是越來越靠近0 那如果你的X呢 越來越靠近0 然後是從0的右手邊靠近 同學那我問你 如果你的X越來越接近0 對不對 那你取導數之後 它的函數值會怎麼樣 也會飆升 是不是會整個大 就整個衝上去 來 所以它在第一項線的圖形 是不是長這樣 好 我相信同學對這個 很有感覺啦 這個直觀 那當然你發現 如果今天X我讓它跑到負的無限大 同學 X跑到負的無限大 這個Y是不是也是跑到0 所以這個圖形它會這樣 它會這樣子跑 在第三項線的圖形它會長這樣子 X軸近於負的無限大 它其實會B進0 可是如果今天XB進於0的- 從0的左邊靠近的話 1除以一個比0小一點點的數字 它其實不會跑到負無限大 所以這是個雙曲線 這是個雙曲線 而且這邊看得出來 同學這個雙曲線 它的兩條近近線剛好是誰 X軸跟什麼軸 Y軸對不對 好 那我現在要開始帶你 什麼叫做近近線的想法 近近線的理論是這樣子 Limiter 當你的X軸近於正負無限大 來 Fx 如果它等於k 仔細聽 我這裡這個寫法有一點偷懶 來同學你看這邊 一般來說你看書本 它不會寫正負無限大 這是我偷懶才這樣寫 一般會分成兩種情況 B近正無限大 或者B近負無限大 但是你現在知道我的意思 如果我讓X軸近於正無限大 或負無限大 結果你發現它的函數值 會收斂到k這個地方 就是說它會存在而且等於k 那我跟你講 Y等於k 這一條水平線 它就是這個圖形的什麼 水平接近線 所以找水平接近線很簡單 你只要令X怎麼樣 趨近於正負無限大 就可以 這是我們第一個小小的評論 我把它框起來 現在講都直觀 就是讓你感覺OK就好 有水平接近線 當然我們也要考慮什麼 所謂的千值接近線 那千值接近線 其實它的定義是這樣 Limiter 如果X軸近於某一個時數C plus 就是說你從C的右手邊去靠近它 好 然後你的函數值 我們考慮來這個函數值的變化 然後或者說Limiter X軸近於C的什麼 minus 從C的左手邊去靠近這個fx的話 結果你發現一件事情 發現什麼事情 發現出來的結果是什麼 正負無限大 從某個時數C的右手邊跟左手邊去B軸的話 發現出來的結果是正負無限大或負無限大 那我跟你說 同學這個XX檔於C X檔於C這一條線就是它的什麼東西呢 千值接近線 欸 哇 這要怎麼寫 喂 千值接近線 我們現在課本把漸進線把它刪掉 其實我個人是比較不以為然 因為我覺得其實漸進線是個很重要的東西 它有助於你去理解這個圖形 就是這個函數的本身圖形的結構 以前我們會對這個東西有很完整的一個討論 但是因為課本現在已經把這個東西拿掉 我覺得你們可以稍微學一下 來 這個我把它空起來 好 可以嗎 以後你看一些書 你知道嗎 有一些書本它在講千值接近線 它不是像這樣的 你知道有些書本比較偷懶 它怎麼找千值接近線你知道嗎 同學它會這樣講 它說同學你看這個函數 你令它分5為0 那個地方就是千值接近線 譬如說XX檔於0是不是y種 X檔於0那個地方 我跟你講就是千值接近線 所以有些書本它會說 你要找千值接近線很簡單 你只要怎麼樣 令分5為0就可以 所以你這邊這樣寫 令分5為0 去找千值接近線 這樣講其實並沒有錯 可是我覺得這樣講比較沒有數學的味道 比較數學的講法應該是用極限的概念 去做一個思考 會比較好一點 這邊可不可以舉例 舉一個剛才團體講的例子 剛才團體講說什麼例子 指數函數對不對 esimple2 y等於2等XX之方 這個圖形大家都熟 這個圖形來 我們先考慮 這個函數 我們現在如果對它取極限 例例的 我讓XB近無限大 2等X之方 來誰告訴我 這個跑到哪裡去 XB近無限大 2的X之方 跑到哪裡去 當然是無限大 都噴上去了對不對 X越來越大 2的X之方 當然是一直不斷地地爭 接下來limit 我們考慮 當XB近哪裡 負的無限大 無限大 有正無限大跟負無限大 XB近負的無限大 2的X之方 初學者有些同學 對這個東西會掌握的不太精確 我用代數變換 把這個問題重新再敘述一次 我們不要用X好了 有些同學用X不太行 我用T 我令T叫做誰 叫做負X 那我現在問同學 XB近負無限大 那T叫做負X 那請問同學 那代表T會B到哪裡去 是不是無限大 因為他們只是差一個負號 所以原來這個式子 我就可以做一個改寫 它就可以寫成limit XB近負無限大 那我現在換成T T怎麼樣 趨近無限大 可以 那2的X之方 我就可以換成2的幾之方 負T之方 這樣寫可以接送 那2的負T之方 我就可以再這樣寫 它就變limit TB近無限大 那2的負T之方 我就把它寫成2分之1的什麼 T之方 所以同學你應該就看出來 當T很大很大的時候 2分之1的T之方 極限則是誰 零嘛 當然有些同學會覺得 老師你不用這麼麻煩 其實我看XB近負無限大 我就知道這個東西會跑到零 OK啦 直觀其實也是對的 這樣可以嗎 OK嗎 知道我在講什麼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同型 它的同型會長這樣 Y桿有2的X之方 它會通過一個定點 比較多零一對不對 好 這個圖我們很熟 X越來越大的時候 它是不是跑上去 那XB近負無限大的時候 老師這個是它的水平靜心線嗎 好 X軸是它的水平靜心線 這樣可以嗎 直觀自己還好嗎 很想睡覺 晚上要早點睡啊 晚上要早點睡覺 你們最近不是 好 我知道 你們忙著做背神 這個太忙了 好 然後咱又有點師傅 他說他身體不舒服 我真的很怕他這個 真的可能你給我趕嗎 對不對 是真的不舒服還講 我說